各位同学,前面几节课程我们讲解了如何利用PyTouch对Tencil变量进行基本的维度变换操作 本节课程我们来讲解一个神经网络中间最为核心的概念,也就是T度 说到T度,我们在高中时代就学过导数的这个概念 导数就是我们T度最为相近的一个东西 一个函数的导数,它是定义为一个函数在X处的一个变化量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抛物线的曲线函数 Y等于X的平方,它反映的是函数在X这一点处的一个变化率 也就是这条线的斜率 比如说,它在X等于0处的导数Y等于2X 在X等于0处,它的导数为0 随着X的增扎变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会慢慢的接近于无重大 因为它的导数当X趋近于无重大的时候,它的导数也偏向于无重大 我们看的是Y的值随着X的变化的一个变化的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高中时代所说的导数 因为针对的是一维函数 所以它讲的是X在向左和向右运动的一个趋势 实际上导数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二维函数 二维函数的导数同样是可以定义的 但是它的方向,比如说X朝这个方向的一个变化率 X朝这个方向的一个变化率 X朝另外一个方向变化率 因此导数它本身是一个标量 它反映的是一个变化的程度 它反映的是你给了一个方向 比如说我要求这个方向 我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个变化率 因此我用这个方向上面的一个长度来表示这个变化率 然后我如果要求给这个方向的导数的话 那我就使用这个方向上的一个长度来代表 这个函数在X处朝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变化率 因此它是一个标量 它这个标量的长度反映了变化率的大小 在大学里面我们接触到更高维度的函数 因此产生了偏维分这个概念 偏维分讲的是一个函数 对它的自变量的一个变化率的描述程度 它也是一个标量 但不同的是它跟导数不一样 导数是一个非常通放的概念 导数的方向是可以随便能指定的 你可以随便指定一个你可以指定X 你也可以指定Y方向 你还可以指定一个综合的方向 XY的方向 但是偏维分它讲的是给定的自变量的方向 因此它是对X对Y这样的一个导数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简单的非常简单的 Y的平方减去X平方 对X求导的话 那也就是把X看成自变量 Y看成长数 因此它是-2X 对Y求导的话 把X平方看成长量 那也就是Y平方求导那也是2Y 因此偏维分和导数一样 偏维分是导数的一种特殊情况 它是指定的方向 方向就是这个函数的自变量的方向 这个函数有多少个自变量 它就有多少个偏维分 偏维分的符号使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对于导数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低符号来表示 现在我们来讲解一下 梯度的概念 梯度的概念也非常简单 它就定义为所有的偏维分的一个这样的向量 我们来看一下 Y的平方减去X平方 它一共有两个偏维分 第一个对X的偏维分是-2X 对Y的偏维分是2Y 因此这个函数的梯度 直接可以用一个式子来表达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XY这样的向量 比如说对0珠它的偏维分是0 这里Y的平方减分也是0 因此这个在X等于 在0和0珠的一个梯度就是0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梯度 Y1和1出来梯度是X等于1 那就是-2 Y也等于1那也是2 因此函数的梯度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它就是把所有的偏维分 看成一个向量来理解 所以梯度它是一个向量 它不是一个标量 这一点是有本质区别的 我们讲偏维分就是一种特殊的导数 它的方向是给定了的 也就是函数沿着X轴 沿着Y轴的一个变化的趋势 它也是一个标量 只不过它有多个标量 而对于导数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通用的概念 它反映的是在 给定一个方向上面的一个变化量 因此它也是一个标量 它只有大小 没有方向性 但是对于梯度不一样 梯度是一个向量 它的向量的每一个轴 每一个轴是每一个方向下面的偏维分 我们来看一下 F对X1 F对X2 F对XN 我们知道导数 它反映的是一个函数的变化量 那么梯度这个东西 它反映的是什么呢 因为梯度与导数有不同的区别 首先梯度它是有方向的 然后梯度它还有大小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一个这样的二维的函数 这里的X和Y 代表是它的两个自边量 Z轴 也就是它的函数的输出轴 它反映的是这个函数的大小 然后下面的箭头 反映的是这个函数 在XY平面的一个梯度 每个箭头都有一个方向 以及它的箭头的长度 比如说这里代表的是 这个梯度的大小 梯度的膜 然后这个箭头的方向 代表了梯度的所指的方向 我们大概来直观的感受一下 就比如说这个平面稍微的缓和一点 然后这个平面稍微的抖一点 因此这个梯度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梯度的长度会大一些 然后这一边这个梯度的长度会短一些 就说明了第一个 这个梯度的长度 某种程度上面反映了 这个函数的一个变化的趋势 对不对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梯度的方向 这个梯度的方向 它代表的是什么 从最中间最小的那一个点 往外开始扩展 开始扩展 也就是它朝着一个 它的函数的值 越来越大的方向来走 因此这个梯度的方向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它代表的函数是一个 大值 或者说增长的一个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幅图 蓝色的值代表比较小的值 然后红色的值代表大的值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中间的箭头比较长 而且它的方向是有一个 极小值 只上一个极大值 因此可以说明 中间的这部分的梯度 它反映的是 这个函数的增长的方向 而且说明了 从这个方向增长 它的增长的速度是最快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边缘 它也代表了一个增长趋势 只是说这个趋势 它可能是上这边增长 上这边增长的话 它会间接返回到这一端进来 但是这一端的增长趋势 是非常非常慢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部分的箭头的长度是非常非常小的 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直观的感受 函数的梯度 它是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的方向 代表这个函数 在当前点了一个增长的方向 然后这个向量的膜 也就是说个向量的长度 代表了这个函数 在当前这个点增长的一个速率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函数的梯度 代表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 那么我们怎么利用这个信息来搜索 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极值解 一般情况下面我们搜索的是一个极小值 如果你想搜索极大值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nose变为负号 同样的话通过搜索极小值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搜索极小值解 来帮助你找到一个极大值解 我们这里只讨论极小值 那么我们怎么通过梯度 在梯度的指导下面 帮助我们搜索到一个这样的极小值解 这个公式大家来看一下 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 我们之前也讲过 我们通过每次更新这个函数的参数 这个函数的参数当前值 减去一个梯度的方向 然后再加上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可能是一个none rate 我们一般设置的比较小 比如说0.001 通过这种迭代更新的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函数 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极小值的解 我们来简单来看一个例子 首先对于一个非常简单的 x1的平方加x2的平方 这样的一个参数 我们怎么找到这个函数的一个极小值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x1参数 也就是θ1参数 我们用使用θ1的值 首先最开始这个θ1 你可能是随机的说实话的 然后我们通过每次迭代 每次迭代的过程 就是当前的这个θ1的值 减去一个none rate 这个none rate 我们刚刚讲是0.001 然后再减去一个 这个函数的输出 对这个函数的一个偏为分 为什么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的实量形式是怎么写的 实量形式就是 θ等于θ值 或者这个θπ 减去none rate ρ乘以它的t度 因为就是一个实量形式 我们把它分开成 这个θ它等于什么 θ等于θ1吧 和θ2 我们分开了以后 写成一个 标章形式就是 θ1等于θ1减去 none rate 乘以偏为分 这个 这个函数 对θ1的一个偏为分 然后θ2同样道理是 这个函数 对θ2的一个偏为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偏为分 怎么求解 非常非常简单 首先是 θ1对θ1的偏为分 再加θ2对θ1的偏为分 这一部分是没有关系的 对吗 它是0 所以它就是两倍θ1 这一部分同样的道理 就是这一部分是0 因此它也是两倍θ2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对于这个行说求解极值 我们在数学上面来讲 非常简单的 因为它的t度 直接可以得到 是两倍θ1 逗号两倍θ2 因此我们首先是 第一步随机的初始化 θ1和θ2 我们把它初始化0和0 然后我们再求0处的一个t度情况 0处的t度情况 是不是0和0 因此更新出来会得到0和0 这个问题就来了 有个时候 它会陷入一个这样的局部级小值 这个局部级小值 是不是我们要找了解 我们通过 通过我们以前的数学知识 可以发现这个行说局部级小值 它就是4它0和0 所以在这个点不更新 它是对的 所以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初始化的值 就是它的技巧值 因此 它的技巧值上面的t度为0 所以的话 它就不会更新了 这也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一种更加通用的一个情况 我们这里看 x平方乘以sinx这样一个函数 它的字边的x就只有一个一维的 因此它就是一个在一维函数上面 x轴代表的是x平边 y轴代表的是这个函数的值 fx 我们首先随机的初始化一个点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值随机的初始化为2.5 因此我们是从2.5开始搜索 我们来看一下2.5处的一个t度的一个值 这里是负对不对 它是负10啊 负9一个这样的样子 如果2.5直接减去负10的话 它可能就是负8负7了 因此它可能减去负10呢 就是加 那因此它会到达一个这样的地方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一下子会跳到这里来 这是我们后面会讲的 none rate太大的情况 这里none rate其实是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乘一个数 它其实就是1 我们也就是我们刚才的 RF参数设置为1的时候 它会直接跳到这里来 这明显不是我们想要的情况 对吗 我们想要的是它一步步的更新 它一步步的搜索 一步步的下降 下降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值 因此我们的none rate 那就是加零的零 所以它会更新到2.6这个值 然后这种方法我们一致的更新 更新更新 更新到这个点的时候 这个点附近的时候 发现它的这个 f对dx的这个偏维分 也就是它的t度 就是0对吗 因此它在这个点 就会达到一个局部技巧值的情况 这就是找到我们一个搜索的一个解 现在讲的是一个一维的可视化的一个过程 我们来看一个二维的可视化的过程 左边是一个用来测试优化算法的一个函数 可以看得到 它可能类似于一张平底锅一样的情况 然后这个平底锅有一个小洞 这个洞这个地方是比较小的一个解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搜索过程 我们随机后来初始化了一个解 这里的字边量是x和y 因此它是一个二维的平面 我们随机的初始化在这里面 然后每一条曲线 代表是每一种不同的优化算法 那总的来说它的核心 还是这一条核心 就是θπ等于θ减去参数 none rate乘以一个t度 我们这里的t度它肯定是一个方向 是一个向量对吗 因为我们这里的θ参数 它也是有多个参数合成在一起的 对于某一个参数来说 对于某一个参数来讲 它减去的就是输出对当前字边的一个偏为分 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sgd 也就是最原始的这种形式 红色的表现还可以 也只是说速度比较慢了 然后其他情况有的是走偏了 但是最终又回来了 因此对于这种情况的话 这点是一个局部极小值 这里是一个全局极小值 然后我们看右边的这个有点类似于像马昂的一个这样图形 然后红色的是一个最原始版本的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T度的方法来搜索 可以看得到它卡在这个点上面了 我们后面会讲为什么这种情况会非常非常的常见 因为你在搜索的时候 你只有看到目前的一个视野 如果你没有其他力量的话 你有可能很有可能卡在一个局部的一个情况 这里面就动不了了 现在我们来非常